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年后 他为深山百姓健康护寒 他对人特别好 他心好了很 贬地英雄 讲述苗岭山上乡村医生潘凤 青春献大山 爱留乡间的感人故事 对于歌堂村的医生潘凤来说 二十一年前的那次经历 至今都不能忘记 那是一九九九年二月的一天清晨 村民潘应中急匆匆地跑来对潘凤说 妻子杨大团 胎盘粘连 一家人急得团团转 那个时候刚刚毕业的潘凤是歌堂村唯一的一名医生 还没有结婚的他就要独自面对第一次接生的挑战 他早上来了也没办法鼓起勇气嘛 还是先面对这个事情 过去在歌堂村 由于经济困难 山高路远 人们很少去医院生孩子 在家里一旦出现难产 产妇就会有生命危险 潘凤赶到房间时 被眼前的那一幕竟呆了 一进去嘛 就看见有一个女的拿那个磨刀石嘛 就是在他那个杨大团的那个胸和腹之间 就是晃起晃来 看鼻下放在哪一个位置比较合时一点嘛 用那个旗带扰在那个扁担上扰了一圈 我说你们干嘛呀 他们就说 那小孩子的事出来了 现在就是那个胎盘不出来 然后我就说你不要这样做 危机时刻 潘凤来不及犹豫 立即动手施救 戴上手套 这个盐水冲洗了 那个手就慢慢地振到子宫里面 就慢慢慢慢地剥离 就是怕出现那个大流血 两个多小时过后 产妇杨大团终于得救了 那时间特别真的落后落后到那种地步 真的没有那种意思 原来那个老人那些不是 都是想反正都是在家生嘛 人人都是这样子 那个时间真的八十 太难 不死就活吧 都是这样子想没什么多想 我觉得生个小孩 用命去换 农村的这些母亲真的挺伟大的 二十多年后 被潘凤接生的潘正才上了大学 是阳大团一家人的希望 我觉得妈妈挺厉害的 生活的时候反正特别危险 感谢潘医师帮助了我们 潘医师不来 那个时间我真的肯定没有今天 特别感谢他 这样惊心动魄的经历 潘凤经历了不止一次 在戈塘村的二十一年里 他接诊十多万人次 接生了一千两百多个孩子 处理了上百起孕妇生产危机 让五百多个家庭享受天伦之乐 2015年 潘凤被评为全国最美富有天使 人们称他是大山里妈妈守护神 这一山虽然没有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我很值得 这些老百姓幸福了 这些老百姓好过了 我就感到幸福 把青春献给大山 大山里的母亲们早把潘凤 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但说起当医生的经历 则是辛酸的过往 五十岁的潘凤在戈塘村土生土长 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 九岁多了 还没有上小学 特别的上学 那时候因为我们祖嘛 全是那个苗族 那些上学回来了 他们就会说汉话 那时候我挺羡慕他们的 孩子多 家里又没有挣钱的道 父母也有难言的苦衷 我家爸爸在公社上班 我们家里就是我母亲一个劳动力 养我们五个人口 十岁那年 潘凤终于跨入了小学的校门 每天虽然从家到学校 需要走五六里的山路 但那时候的盘放很快乐 小小年纪就已经懂得 分担父母的辛劳 放学了 把小朋友捡没口嘛 书包放上面 就搬回家了 辛苦的 帮助家里做点事 初中时父亲患上中风 久病的母亲病情加重 让这个贫困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霜 哥哥出门打工了 母亲一周需要打两次调平 潘凤就用弱小的身躯 背着母亲 每周走十岁里的山路 去镇上的医院看病 在潘凤的记忆里 小时候除了上学 干家务 就是背着母亲去看病 十岁里的山路 得折腾一个上午 才能把妈妈送到医院 每次她都被累到要吐血 潘凤嚎啕痛哭 太难了 以后一定要当一名医生 让村里的人看病 不再这么难 背不动了之后 就写下来 其实 那时候妈妈也理解我背不动了 我们表面上没流流 但是内心一直在 很想哭那种感觉 面对大山 潘凤暗暗发誓 长大要当一名 穿白大褂的医生 我说妈妈没事了 我当医生了之后 以后我们家 治病就没有这么难了 我自己给你的治病 妈妈就挺开心的 梦想很美好 现实却很残酷 由于家境依然贫寒 初中毕业的潘凤 不得不走出大山 到外地打工 干起了男人都怕的活 从农村到城市里面 感觉不容易 一下子也不知道 不知道要做什么 当时只是想 只要人能够接受我 帮他干活 我就 就特别地感谢了 在工地干活的一年里 潘凤尝尽了人间冷暖 当他以为 一辈子会这样度过时 一个家乡传来的好消息 给了他希望 微笑 面相招生 我哥就 叫我赶快 来报名 我就挺开心的 1995年 25岁的潘凤 得偿所愿 考取了原前西南州 卫生学校 对于这好不容易 换来的机会 潘凤 格外珍惜 这个娃娃虽然家庭经济困难 但是 清晰好玩 总是想 方式 尽可能多 可以休息 那段时间 潘凤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自己 要早点 学医返乡 去治好妈妈的病 1996年的端午 他接到了 母亲病逝的消息 我弟弟到 突然就到 那个门前那里 去东看看 西看看 是不是 我们明师傅 班 我一下子看到 我弟弟了 我一句话都没说 我站起来 我一趟就跑出来了 我就在那里哭了 到我家门口的时候 我就看见妈妈 停在 那个堂屋的中间 那时候我已经 应该我都不知道 我姓什么了 那时候 好像天都要塌了 那种感觉 学业也没有帮到她 她走最后一眼 也没看见她 心情特别特别地难受 难够 挺遗憾的 这辈子 母亲走后 潘凤很久都沉浸在 悲痛之中 不能自拔 她学医归来 治好母亲病痛的愿望 落空了 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 面对茫茫大山 再看看村里 那些体弱多病 和母亲一样善良的乡亲们 潘凤毅然 做出了回村 当医生的决定 妈妈没有得到救治 我觉得 我应该 为我妈妈 这一样 需要帮助的人 做一点事 让他们能够 真正地感到 在我们农村 还是幸福的 潘凤是个外表柔弱 内心坚定的人 她一旦做出决定 别人 很难改变 上世纪末 歌堂村 唾切需要妇产科医生 魏孝毕业后 潘凤选择 到医院妇产科进修 那时候 我决定 我要想回家 当医生 在我们农村的 生孩子 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 当潘凤 把回村的想法 告诉魏孝认识的男朋友 周波时 却遭到了周波的反对 周波希望 两人一起 能回到老家 新人开诊所 新人肯定比这边 经济条件比这边 厚一点 在那边肯定要赚 赚钱要赚得多点 我告诉你 我说绝对不会去的 进修结束后 潘凤独自回到歌堂村 在村里 开启了第一家诊所 并向周波 发了最后通牒 你觉得我可以 你就过来 给我一起 守 如果你觉得 不可以的话 那你就 自己想办法 你要想再新人 你就再新人吧 潘凤的分手宣言 让周波一时间 惊慌失措 第二天 周波就从新人 赶到了歌堂村 我聊爱情 觉得她的幸好 一个人在山上 我就过来看 一看完两个就 就在一起了 就 就开始结婚了 虽然解决了情感困惑 但诊所刚刚开业没几天 村民 赶开友 急匆匆地赶来找潘凤 原来赶开友和妻子 在山坡上干农活 妻子突然肚子疼 又生产迹象 赶开友只好找潘凤 接生 我一到的时候 我就看见她 那里有个胶子 然后我就给她铺上 然后戴上石头 我就给她做指检 发现那个宫口开了 五六公分 我就觉得那个产生 应该不是很长的 然后我就在那里 我就安慰她 我说你不要担心 我说你的胎位是正常的 现在去哪里 就没办法了 我说你就好好的配合我 将近两个小时 一直陪到她 把那孩子生出来 这次经历让潘凤伸芝 村民的孕产知识 十分缺乏 什么时候生 什么时候怀了 好像对他们来说 就好像顺其自然那一种 挺危险的 为了让产妇 在更好的医疗环境里生产 潘凤每次在给孕妇 做定期检查时 都却顺民上医院寄生孩子 但村民的观念却很难改变 村民龙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给孕妇龙梅看病时 潘凤得知 她的身体凝血功能差 就劝她一定要到医院去接生 龙梅也是满口答应 但就是不去 一天深夜 龙梅的丈夫突然敲门 说妻子要生了 但情况很不好 我们力血功能障碍 我是间接不去了 因为一旦出来问题 我们要担责任了 如果搞得不好的话 亲家荡产这种可能 就是完全可能出现 而且你当出现这种 一桩事情的话 你这个民意也会 四处臭羊 虽然很纠结 但考虑到人命关天 潘凤还是背起药箱 她知道 自己这是在毒 赶到龙梅的家 潘凤最担心的 还是发生了 血流到很多很多 那个床啊 从床上 自己是那个血症 流到地上 我怕急了 边口渊的时候 我就给他打 就是那个手工术 慢慢的慢慢的 血也不再流了 那我那时候我就 真的是 喊出一口气出来 我就说龙梅你吓死我了 其实我国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 早已规定 产妇在医院里接生 不管是顺产 还是剖妇产 费用都会减免 但村民们都觉得 上医院麻烦 龙梅难产的事发生后 很多孕妇 才听从了潘凤的劝告 我觉得生命至上 我觉得应该是 他们平安 他们健康 才是我最想要的 除了承担妇幼保健工作外 潘凤对每一位村里 老人的健康状况 了然于胸 对留守在村里的孩子们 关爱又加 我给你带着眼用水了 谢谢你 一天会去三次的 四次的 五次的 戈塘村的杨文芬老人 今年82岁 儿子在外地打工 女儿出嫁他乡 平时的日子 只有老人独自生活 杨文芬平时爱吃一点甜食 每次出诊 给老人测血糖 成为攀缝必做的事 血糖什么路 不高 你不要担心 你想吃点糖都不要紧 都可以吃 想吃男子们 你都过家去买的嘛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你给了给我一姑娘 该吃吃 该游泳 该穿着穿 要保护好身体 戈塘村几百户人家 星星点点地分散在 方圆二三十里的大山里 在茫茫群山之中 人们考种植玉米水稻套套生活 如今村子里的青壮年 大多外出谋生了 留下许多老人和孩子 乖得好 要认真读书 乖得好 好好读书 下回来我又带来给你们 好 拜拜 哥塘村有十六个村民小组 村民住的分散 很多老人无法外出旧医 潘凤就自己背着药箱上门服务 去最远的人家 他需要走十几里的山路 村民潘国芳是歌塘村无儿无女的无保护 有政府补贴再加上养两头牛 可以说生活无忧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潘国芳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毛病 血压正常哈 好嘞哈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你会感冒 头晕不 头晕 头晕啊 那么我就给你两种哈 这个一吃四颗 头晕了哈 四颗 这个一吃四颗 做着感冒了哈 一起吃 拿温开始吃哈 饭后吃哈 我有时间的 我都会来看的 你看 放着我放着 你放着是 来来来来 不放 来来来来 你放着去 来来 我给他们的 又不是很多的东西 挺像我的父母一样 潘凤虽然得到了村民的敬重 但是收入低 一直困扰着他和他的家人 从1999年到2007年 由于付不起房租 潘凤连续搬了三四诊所 随着孩子的出生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夫妻俩一直不断地争吵 没有那个奶粉 我大那个小孩出生之后 然后小孩每天都吃那个米酱 我说这里干脆这样 我们不在这里了 干脆除气了 在这里又赚不了钱 带小孩又挺辛苦 积攒已久的矛盾 在一天夜晚爆发了 丈夫周波背起孩子 回到了新人老家 追了好远好远的地方 我就碰见一个人 我就问一个人 你见我家周波背我儿子 男朋友 直到走到很远的地方 都没追上 离开还是坚守 攀凤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向左向右向前 还是留在原地 这是个难题 有些人会觉得我们成衣 好像低人一等 很多同学都说 哪怕就是打工 他都在城里面打工 以前的他就像是长在石缝里的小草 无畏风雨 肆意生长 婚后的他却不得不考虑家庭 生活的重压 给他划下了一道道伤 最终 潘凤向丈夫妥协 团体好嘛 老的衣服 一脸挂 夫妻俩妥协的结果 就是一家人去外地发展 乡亲们听到消息后 都纷纷找上门来 怕我们生活不好 拿鸡蛋啊 菜啊就过来 看到他们这么诚意地留我 在哪我要坚持在这里 这地方是我生我养我的地方 村民的真心挽留 让潘凤怎么也迈不开 离开的脚步 这里曾经是他的梦想 也是他的事业 他熟悉这里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村民离不开他 2008年 当地政府免费帮助建起了村委城市 夫妻俩这才算安定下来 不出诊的日子 潘凤依然是忙碌的 既要给人治病 还要叮嘱小孩学习 我希望我妈妈少费劲一点 要多休息 潘凤的诊所就是他们的家 丈夫周波分担了大部分家务 周波 今天炒龙子好吃了呀 炒龙子 由于潘凤的婆婆和妹妹的到来 丈夫周波特意多做了几道菜 潘凤一家住的虽然简陋 但生活却简单而快乐 只有寂静的夜晚 才是属于潘凤的学习时间 在我们农村嘛 各种各样的病都会碰见 每当遇见自己处理不了的那些病情 就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懂 那是一样的 那分钟就想 如果我再多学一点知识 这个病人到我眼前来 我肯定处理得了 当看到村里的中风老人遭受病痛的折磨 潘凤自学针灸给老人缓解痛苦 潘凤当村医21年 风里来 雨里去 村民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他对人特别好 他心好的很 他的好很 挺负责任的 感觉就像我第二个妈妈一样 为人的福吧 二十一年来 潘凤走遍了方圆 二三十里的家家户户 他一年至少走坏了十二双血 被深山苗族群众 带去健康与温暖 我这一生留在大山里面 虽然受到很多挫折 对家人来说有些亏欠 但是得到人民的信任 支持 鼓励 我没有后悔 我挺知道的 但如此 游戏 战 到 我